文化處舉辦今年多場的藝文活動 其中崔南峰賽音樂的活動 24號是迎來最終場的演出 進來饒慶林特別前往現場 致政伴手禮給演出的藝人 和民眾共同度過悠閒的午後時光 歌手帶來精彩的演出 讓台下的觀眾聽得十分的陶醉 由文化處所辦理的崔南峰賽音樂活動 24日的下午迎來了最終場的演出 而活動一開始便吸引了許多民眾前來參加 現場可說是座無虛席 而台上的藝人們也帶來了經典歌曲 更有藝人走下舞台與觀眾們一同互動 文化處長鍾清博也代表縣長勞慶林 特地執政了精美的台東好物 給予演出的藝人們 文化處也表示 今年的活動吸引了數千人次的民眾參與 而今年底也將載到文化部進行簡報 期盼能夠爭取到相關經費 讓活動明年度能夠再度舉辦 崔南峰賽音樂一年有八場 每一場平均大概是四百人左右 那就四八三個就三千二 那另外呢一年有四季是 那年我們一起聽的歌 就在日式宿舍園區 那每一場平均是兩千一百人 那市場就是八千兩百人 那這樣加起來的話一年大概是一萬一千六百人左右 那這個案子呢今年是第二年 那馬上十一月底我們又要去文化部做簡報 我們希望爭取文化部繼續支持我們 它只要合定下來又是兩年 所以明年後年我們很樂觀估計 會繼續來辦理 那文化部來過兩次也很肯定 我們持續辦理 那慢慢累積了一定的音樂的品牌 非常值得鼓勵 憲府持續辦理多項的藝文活動 希望讓不同年齡層都能夠參與 讓藝文的能量能夠深耕台東 讓憲民的身心靈都能夠獲得滿足 記者陳敬霖台東市報導